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现在已经进入到第44天的时间 你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两段俄乌军队交手的震化画面 现在在社群平台上面流出 这段画面来自每日邮报的报道 是乌克兰国民警卫队亚素营在官方Telegram上面所上传的 名为亚素营士兵摧毁敌军坦克的影片 这个画面当中就看到两辆俄军的战车在马利波的城郊 被道路上面埋伏很久的乌军用异光弹狂轰猛炸 两辆俄军的坦克是直接被摧毁 那另外一段上传到Twitter上面的空拍影片 是显示俄军在空袭盾内刺客的时候 乌克兰的士兵是躲在战壕里面快步行走 他们要避免自己被炮弹击中 整个场面是十分的危急